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迪丽热巴放假开心自拍,穿衬衫烫阿记卷发。 如今的衬衫变化真的是越来越大了,以往衬衫都是拿来上班的,可是现在不同了。 随着潮流的发展,衬衫款式越来越丰富,加上穿衣方式的多变性,女性在衬衫的时尚塑造性上。 可以说大大升级了不少,完全不像以往那样显得很正式职场,反而越发的惊艳。 90后有很多会穿衣打扮的女星,迪丽热巴就是其中的一个,作为一线女星。 迪丽热巴在剧中都是以小可爱的形象,所以穿衣凹造型都比较的简单。 可是在剧外就不同了,红毯上那妖娆的身材曲线,加上甜美减零的少女风。 真的是盼若两人,每次看到她都觉得不一样。 都说衬衫想要好看,款式旧的选带有时尚元素的,其实现代潮流,越是基础款的单品。 时尚效果一点不差,通过衣品之间的搭配,还有穿衣方式,轻松就能呈现出不俗的时尚魅力。 就拿白色衬衫来说,清爽干净的济世感,看着简单,却也是展现性感的一部分。 迪丽热巴身着一件白色为主的衬衫外套,传统垫肩式的款式。 有棱有角,非常的精致,对比传统衬衫明显要好看不少,很显气质。 基础款的造型随着潮流的变化,确实会吸睛不少,但是在时尚感这一块多少还是有些欠缺。 所以那些爱美的女性,都会选择带有个性化裁剪设计的款式,比如袖口。 领口这里,添加时尚元素,可以让整体变得更加亮眼。 在衣品选择这一块,迪丽热巴还是很有心得的,这次选择的衬衫外套也是如此。 纯白色的款式设计,在袖口处添加了双层的设计,内长外短,加上色彩各衣。 显得很有层次感,让造型显得很有魅力,看点十足。 衬衫想要好看,除了款式之外,穿衣方式还有内搭也是非常关键的。 常见的衬衫都是细上扣子这种封闭式的穿着,可是现在不同了,女性为了增加造型的经验度。 统一喜欢敞开衣摆,哪怕是打了结的衬衫,利用衣摆敞开,来展现内搭。 可以看到在内搭上,迪丽热巴选择了一件极其具有女性魅力的款式,宝石蓝的配色。 透视薄纱味质地的打底衫,利用敞开着的衣摆,尽显女性魅力。 非常好看,酷帅中带着性感女人饭。 装发配饰一直都是女性在日常生活中,穿衣打扮的一部分,它的作用就是提升女性的魅力和气质。 不过也不要为了追求所谓的潮流,盲目选择一些花里胡哨的造型。 不仅毫无时尚感可言,还会拉低整体的精致感。 这次的迪丽热巴真的是模样大变,选择了剧中自己饰演的发型,一头阿纪式的卷发。 配戴宝石蓝的鸭舌帽,造型俏皮可爱,形象大变样,差点都认不出来了。 对比以往的发型,跨度实在是太大了。 短发是迪丽热巴发型里众多的一种,虽然不比别的发型来得惊艳,可是短发简单易打理。 就拿其间短发来说吧,轻松就能展现出女性的优雅美。 随着潮流的发展,女性不光在穿衣上不再受传统的束缚,就连装发这一块也是如此。 尤其是发型,本是黑色的发质,通过烫染来增加造型的美感度,迪丽热巴选择片面的烫染。 虽然不是很起眼,可是对于整体造型来说,还是挺不一样的,显得很精致,有形。